因為上帝的愛是一個人的生命更堅強的 活出愛不簡單 如果沒有上帝的愛在你心中 你活不出來 接下來這位姐妹呢 要為我們講述 上帝怎樣在她的生命裡面 活出上帝的愛 玉花姐妹 平安 安心天回來 耶穂基書四章十八節他這樣說 愛你沒有懼怕 愛就完全就把懼怕點出去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懶怯的心 乃是剛強 仁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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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不管是我的聲音,以及我的身材, 根本就不是一個是回社會的人, 但是呢,我確確實是是一個背心而破心的。 在七年五月, 因為我的身體感到不舒服, 呼吸非常擴張,而且有其處, 我能夠深呼吸,而且呼吸很短,很快。 經過了一個禮拜的健康檢查, 那,這個醫生非常當兵地跟我說, 您得的是廢欠來募請, 那,這個醫生呢,對我的病情也抱著不樂多的態度, 因為我前面兩個姐姐也是死一輩, 所以我非常害怕那個化療的過程。 因爲我知道,我明白那個過程非常的痛苦。 因爲我非常抗拒, 因爲我非常抗拒。 因爲我嘗試拒絕, 因爲我不化療。 因爲我不化療。 那後來,我那個子媳婦就幫我問醫生。 如果我不化療的話,我生命還可以重過幾個月。 結果那醫生說,三到六個月。 那如果化療呢? 可以把生命延長至一點。 但是,發病到今天, 我已經多活了兩個多月。 你們說我還能嗎? 感謝你,對不對? 那在我受病的這段期間, 那你們說我心裡會不會害他? 就像今天我們這個厭惡牧師所分享的。 當一個人面對死亡, 而且知道你受病話要結束的時候, 你的心中會是充滿優利, 不安恐懼。 你會有害怕, 你會有不安恐懼, 你會有不安恐懼, 你會有很多事情發生。 是的,我也是凡人。 我也是凡人。 我當然會怕。 我當然會怕。 但是,就在今天, 我剛剛才跟你們分享這個經文。 因為上帝的愛, 因為上帝的愛, 讓我勝過了這個懼怕不安優利的心。 所以,我不怕面對我的死亡。 所以,我不能不說真的, 一切榮耀都會給我們天上的死亡。 那有一些姊妹或弟兄問我啦。 那這樣的心境你是怎麼走過來的? 我只有一句話。 我相信上帝在我的生命會為我做主。 我相信我的生命是超在祂的手裡。 就像經文馬太圖裡面所說的。 21章22節,他這麼說。 你們禱告。 無論求什麼。 只要信, 就必得著。 因為我相信上帝的應許。 所以,我得著了。 就是因為我得著了。 所以,我今天才可以在這裡做見證。 我得著了。 所以,我看見盼望。 因為我得著了。 因為我得著了。 所以,我可以在這裡做見證。 就像《啟示錄》二世紀當初說的。 這個就不用翻譯了嗎? 對,因為我的世界有些。 我又看見那個新天新地。 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了。 它也不再有了。 我又看見聖誠信耶穌莎的 由上帝那裡從天而降。 預備好了, 就如西部裝飾子旗等候丈夫。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。 看啊!上帝的上帝在人間。 他要與人同住。 他要做他的子民。 上帝要激勤他們同在。 做他們的上帝。 上帝要擦清他們一切的眼淚。 不再有死亡。 也不再有悲哀。 阿們。 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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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一起聽我寶寶 愛我們慈悲的父母 我們感謝祢 雖然我們是 可是祢在聖經裡面卻前選我們 賜給我們恩典 賜給我們益許 那就是主旅在來 要皆擺相信祂的人 願主幫助我們 都做一個悔改歸主的人 使祢的血 可以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讓我們忠心奮厚 主耶穌的復領 感謝奉主祢求 Amen Dead D 河 有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音乐